現在民調看見蔡英文在往上走 可是剛剛包括輝文 包括林文都講 他們在中部都還是可以反敗為止 馬英九應該是可以在超越的 可是民進黨現在也信心滿滿的 蘇交錢回到台中了 他發什麼 上一次炒一點點了 這邊還要更多 希望中部可以贏回來 那蔡英文已經開始在北台灣 特別在新北市 一定沒算行報提供算得不錯 開始一個台中 一個新北市已經開始在經營了 甚至更好玩的是什麼 竟然有郭寬敏出來講 問一下林委 郭寬敏講蔡英文是可以贏的 不贏的話 這是賭很大 他說他要剃光頭要當和尚去 你知道這在選舉裡面去賭了 基本上來講 只想製造一種悲情的情緒 不過這是賭很大 這回當和尚是賭很大 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們喜歡這一招 因為他覺得 對他們悲情的情緒的擬拒有關 可是我覺得 這個效果是不是一定 你看王世堅就真的去跳海了 那現在可能很多人 沈副曉自己掃地 很多人 很多人可能就真的想看 藍營的人 想看郭寬敏 替光頭樣子是怎麼樣 所以搞不好就偏偏 就讓蔡英文落選 所以我覺得 郭寬敏是賭很大 那這種東西 你說他悲情的效果如何 我認為不會很大 如果是賭得非常非常大的話 就有可能 你知道嗎 賭到讓人家同情 你這踢個光頭有什麼損失 頭髮剃了 過一陣子就長出來了 對不對 只是說你要去當和尚這件事情 我看很多人也不會當真 原因在哪裡 你這是這種富豪之家的人 怎麼可能會缺乏 除了你說情商很重 才會缺乏 才頓入空門 那你頓入空門 財產也要怎麼處理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要六根都要親近 你怎麼還能夠有財產 你不解決怎麼進去空門 所以我認為這種東西大家聽了笑一笑 不過只是說藍軍可能就有些人 真的對於顧寬民很多的言論 平常不是很滿意的人 這下子可能就真的替藍軍吹票了 敬平 所以反而不是幫小英 說話一講 搞不好藍軍反而凝聚起來 就幫滿意就去了 其實就像林委員剛剛講的 顧寬民那種喊一喊 我覺得大家聽一聽 真的是聽一聽就好了 可是他連那個要去當和尚的那個 嘗試都找好了 他不是開玩笑的 那你現在我覺得到時候中天 另外一個節目 全民最大黨就會模仿他 真的會把那個頭套給戴上去 就是真的做給他看 就是慫恿他真的要這樣做 要有決心 人家沈大佬就真的說到做到 就會去掃地 那另外一個 跟那個被這個 視為精神領袖的李登輝 我們前總統 他也曾經說過 他卸任之後要去傳教啊 要去當一個好像那種教士 或是牧師那種感覺 你幾時看到他在教堂 去跟人家拿著聖經 再跟人家傳道解惑 那所以 顧寬敏你要期待他到時候會真的龜隱山林 天天在那邊敲著沐魚 可能嗎 所以我就說他這樣喊 你用有一種那種好像 就義無反顧的那種心態 喊著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台獨 基本教育派 包括綠營的支持者也好 有那種決心說 這次沒招了 危險 就一定要讓那個蔡英文小英上去 我覺得你這種思維之下 藍營當然很想要看好戲啦 但是我覺得就算是真的成真啊 我覺得顧寬敏也不會去真的去出家 他是說顧寬敏不是平白講 他是說他最近這幾年 他是一個鄉鎮一個鄉鎮去辦活動 他已經走了一百八十個 他說他聞到了真的是蔡英文可以贏 所以他才敢賭這個賭那麼大 可是如果從我們來賓來講 反而藍營因為這樣子說 我就要看你當和尚 搞不好票去投給他就 這台語叫手肘不如說黑腕 選舉是需要這種魄力 但是我覺得這個獨派大佬 我們孤老先生 他不然要跟手肘 他第一次才去做什麼 去跟台灣國說 我們有一個小英動選 你不可以去跟連署那有的沒有的 台灣國是跟他當中的 其實他這種 這次選舉裡面其實我聽到好多 有來賓在節目上說 如果蔡英文贏他要去舔腳趾 我說他一等著去舔腳趾 舔他趾頭 然後還有台南國民黨的藍營的朋友 他們幹部他說 在這邊如果得票沒有太差的話 他就脫褲子也都有啦 所以那個敬平講的沒有錯啦 有時候你那種氣勢一出來 選舉有很多人當場就剃頭 還不是什麼選輸選贏的 也是有嘛 有總算有六算的嘛 這都有 有時候會讓自己的人覺得 很趣味然後會有一個話題 然後自己的人會高一點 但是常常也都是相反的 另外一邊的人 我就想讓你賺錢 這種效應到底怎麼樣 不曉得啦 那孤老先生畢竟他是年紀很大的 然後他是一方一方的大佬 他有這種 我覺得有這種急迫感 表示說現在民進黨的選情有希望 但是還是需要再加把劍啦 對啊 民進黨也是焦慮才會 因為我現在覺得說 現在的那個 大家都會記住誰講過什麼話 網友也是很苦手的 也是蠻惡毒的 合成叫出來 就算之前台北市那個立委 八仙過海 王世堅不是說要跳海 結果網友是真的跳跳跳 他真的去跳海啦 所以像神父熊神奈爾去掃地也是一樣 媒體會檢驗 網友也會檢驗 萬一到時候選舉情勢真的是 演變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選輸了 那到時候網路上會不會要 顧官民說 剃頭剃頭剃頭 然後做和尚做和尚 變成這樣子 對他老人家我也覺得也不夠尊重的不禮貌 製作單位已經開始做這個事情了 他那新聞畫面一直放 他跟蘇貞昌的那個 蘇貞昌的那個影片 老爸你剃頭就是這樣 跟蘇貞昌一樣 已經在模擬了 不過這看起來不像在開玩笑 他找的是你們基隆的什麼 越美纏屬 那個如果真的輸了 他去當和尚的地點都找了 這個佛門親近 大家不要去污染他們啦 說實話 說實話 我看到舊爪最有效的 就是馬英九這一次 那一次 就是說如果縣市長不過半的話 他要持黨主席 而且他喊的時間是不到兩禮拜 那個最有效 而且他那時候最紅的時候 所以那種最有效 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事後注意力量來看 第一個 那個人要對 時間要對 命題要對 我現在看一看所有的都不對 你看神大佬因為什麼 他功力也退了 神大佬以前說他最準 後來現在也不準 然後講那個掃地 掃地大家想說掃地算什麼 你到他家裡面要洗衣服 那才嚴重對不對 像我們這個台獨大佬 其實他並不是沒有瘋狂過 但是幾次之後他已經有退了 他甚至於也反對蔡英文選黨主席 所以你說這個時候講話 大概差點跟他拚 對 所以我在說 是不是他現在說的話的分量 第一個也不夠 他人的誠信度也不夠了 是不是 然後他還想說不可能 就像我們預防兄 把他消遣的那樣子 老人家我是不消遣他的 就是說他不可能六根親近 所以我們這個剛剛聽聽就好 你這樣還不是消遣他 沒有 不過輝文 他不是只有說蔡英文會當選 又這個當賭注 他也講了很多宋楚瑜的好話 他說遇到中南部 很多人在懷念宋楚瑜 當然顧寬敏一定是故意這樣講 我是比較認同林毅芳委員 剛剛提到說這個部分的藍軍 看到顧寬敏 那個整個腎上腺素都會抓狂 會去投票 而且還會幫忙拉票 因為顧寬敏我不是要批評 因為我不認為說什麼 86歲就不能批評 有這一條嗎 我們把你跟聽說86歲就不能批評 我沒有像競平這樣說那麼多 86歲 你照片照鏡嘛 搶就是你搶的 你之前不是說 選軍的不能做總統 你現在說你要支持蔡英文 蔡英文不是全部的 他講過 顧寬敏他有一個智庫 他這次也學日本派系派法 他也挺了一堆立委 立委有的會當選 有的不會當選 講實在話 他為什麼搞那些 我也都不想 因為其實顧寬敏是不重要 但是顧寬敏前一陣子才登廣告 蔡英文不是講那個什麼 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中華民國嗎 顧寬敏是批評的 那我請問顧寬敏 你登了廣告之後 蔡英文有修正嗎 蔡英文沒有修正 那你為什麼要挺蔡英文 你說一頭做一頭 你下鄉去演講 花了很多錢花了很多時間 這個都是事實 但是當蔡英文他講的 蔡英文擺明要騙票的時候 你們登廣告 你現在應該戳破蔡英文才對 我對所謂的獨派跟本獨社團 只要說我的結論 我非常的失望 你們說一頭做一頭 我一句話可以解釋 剛剛輝文講的那個矛盾 就是可見的這些老獨派 他們反馬反統到什麼地步了 所以他們前面講的話 酒座的什麼賺公國的 收回來都沒關係 他其實就是不願意見到馬英九 不願意見到統派執政 所以他過去李總統執政之後 他可以他完完全是 站在國民黨這邊 但是到馬英九 他就不能接受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你說什麼親軍的 那你都沒說的 不是我說的 對啦 所以他來說都不重要 所以我來講 他一方面有講說 他遇到的是懷念宋主席的 孤老先生會懷念 他會遇到的人 其實都是會支持率的居多 這些人懷念宋主席怕死 他又這樣 因為這樣 所以蔡英文一定要當選 這不是很矛盾嗎 對不對 他都沒有發現 對他說那完全不重要 是反馬跟反統 對他們來說是必勝的質質 是啊